各位朋友中午好,紫渊之前给大家介绍过不少有关明太祖朱元璋的议事趣闻,引发了读者的热烈讨论。 有粉丝私信问紫渊,朱元璋是否也像其他开国皇帝那样,有过不挂项面的经历呢? 事实上,明太祖朱元璋与相事之间,还真有一段叙事。 明太祖朱元璋画像。紫渊之前曾经讲过,朱元璋一生后遇善夫与志工。 此外他还特别尊敬相事,这是因为朱元璋早年贫困未发迹时,曾巧遇过一高人。 朱元璋因此解开心中困惑,并改变命运。 踏上了称霸建国之路,朱元璋原名朱仲八。 在加入起义军之前,生活贫困落魄。 早年为混一口饭时,甚至舍身入庙。 直播行喜,靠住百家饭这才活下来。 从乡好友汤和得知朱元璋的窘迫处境后,邀请他加入红金军。 这才令其摆脱困境。 不至于为每日生计所愁,朱元璋出家时期剧照。 由于涛和在红金军中地位颇高,担任天护,为帮助好友晋升。 他还直接向红金军大帅郭子兴,引荐朱元璋。 后者见朱元璋作战勇敢,机智灵活后,逐渐将其引为心腹。 诸多军务皆委托于他。 自己则退居幕后指挥。 虽然受到主帅信任与重托。 但朱元璋起初并不太高兴。 他知道郭子兴等人,只不过是在利用自己。 要是打不过援军。 自己肯定会被郭子兴推出去当替罪养。 继续这样下去,自己肯定会死于非命。 不过自己要是不听郭子兴的话,恐怕又会过上以前的落魄生活。 朱元璋于是一发困扰。 他看不清自己的未来是什么样子。 朱元璋毫凉头鸡城景复原。 此时,一位高人点醒了迷茫困惑的他。 那日,朱元璋在豪州城闲逛。 间接角有一个小胎上写著册字算卦。 先生自称活神仙。 正为眼下困境而迷茫的朱元璋, 决定找活神仙试试。 看看自己最后到底会怎么样。 想到自己长期吃不饱又穿不暖。 朱元璋随手写下一个脖子。 给向氏看。 向氏看了看字。 又抬起头看朱元璋。 反复三次但都不说话。 朱元璋有点恼怒。 正要破口大骂。 向氏却连忙起身给朱元璋磕头。 古代向氏剧照。 这就令朱元璋摸不住头脑了。 他很疑惑地询问向氏。 先生何故这般作态? 行如此大礼岂不折煞小子。 说完连忙扶起向氏。 可是这个活神仙,死活不答应起来。 还把头埋在膝前。 低声说道。 大人面相奇特。 乃臣虚丑为四库顺行命格。 在下看您所写之字, 乃是当世最尊贵二字头尾。 请受小人一拜。 一席化毙。 向氏就起身离开。 连挂贪和赏金都没药。 朱元璋一时间有点摸不住头脑。 虽然隐约捕捉到一些东西。 但此时向氏已经消失不见。 他想问清楚都不行。 只能一兴阑珊地返回军营。 朱元璋聚照。 回到军营后。 朱元璋开始仔细琢磨向氏所言。 猛然间。 他想起当世最尊贵的人, 乃是九五之尊的皇帝。 向氏说自己所写二字, 乃最尊贵的二字头与尾。 博字正是皇帝二字中皇字头家帝字尾。 和二为一而成。 这个结果可把朱仲八吓出了一身冷汗。 向氏的意思莫非自己日后能够登基称帝。 虽然落魄惯了的朱元璋, 并不相信宁阁一类的飘鸟预言。 但他此时已经知道自己未来该做什么。 那就是称霸天下。 创下不是基业。 朱元璋称帝场景复原。 此后, 朱元璋凭借自己的智慧, 一次又一次化解危机。 最后更是在汤河等人的帮助下, 一步步壮大势力。 并依靠辉州大儒诸生, 提出的高筑强、广积梁、 华称王战略, 成功地迷惑住了元朝统治者及其他异军。 从而成为最后的胜利者, 建立大明王朝。 成为九五之尊后, 朱元璋曾在全天下寻找那位高人, 以表示自己的感激之情, 但始终没能找到。 这桩骑士也就成为一件真假难辨的民间传说。 至今为后人所津津乐道。 参考文献, 朱元璋传明史太祖本记。